世界十大连环杀人狂魔 至今提及都令人战力不已的存在 这群禽兽为了满足自己的死语 或者感官上的享受 开始对生命 肆意的践踏 并从践踏中得到快乐 变态两个字想必人们都说腻了 在这群杀手之中 排名第一的开藤手 杰克因其残忍的手段 被人们议论至今 但如果真要说到 凶杀的残忍与变态程度之最的话 下面这起案件 恐怕远胜于当年的开藤手杰克 并且同样剧情 已经整整近80年 案子一直都还没有告破 那就是美国轰动一时的 黑色大梨花杀人事件 1947年1月15日早上 阳光明媚家住洛杉矶的母亲 辛格带着孩子出门 当他们路过家门不远处 一片茂盛的草地的时候 孩子远远指着草丛里 让他看 他起初还以为 是一具摔断的人体模型 就当他正在抱怨 是谁这么没有功德的时候 走近后才惊吓地发现 这居然是一具 被直接成为两节的尸体 这具白的发光的女士 就这样静静地躺在草地的身处 妇女第一时间 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逃离了凶案现场 直奔街区警局报警 一出震惊世界的谜案 黑色大理华案 正式拉开了序幕 警察迅速地赶到现场 很多老警员看到 现场的惨状都不忍直视 年轻警员更是控制不住 那份恐惧的重击而呕吐起来 因为场面实在是 太过于恐怖和残忍 由于画面太过于血腥残忍 为了避免引起某些人的不适 所以上图只是 警方现场处理后的照片 但为了让大家 对凶手的残忍有所认知 我们就简单地描述一下 经过初步判定 死者是一位白人女性 年龄在20岁左右 遗体全身并非面目全非 伤口切割面光滑 凶器极有可能是 巨子之类的锋利器械 死者面部朝上 双臂上举 肘部弯曲 双腿比直伸展 呈60度大小张开 两部分遗体被行星地 对正摆放 中间相隔约50厘米 整个遗体被清洗得异常干净 现场和遗体本身未见血迹 隐私部位 也未发现金斑等可疑物质 但死者体内的血液 似乎经过了特意的放血处理 所以才导致全身一片惨白 让案发 第一发现人心格 误认为只是一具塑料人体模型 更令人发指的是 除了身体遍布的刀割伤证明 他长时间遭受了酷刑的折磨之外 法医还发现 女孩大腿上的纹身被切掉 并且塞入了他的隐秘物围 这个细节后来没有被媒体报道 最变态的是 死者魏力还发现了排泄物 并且这位女性的面部 还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嘴角从两边割开直到两耳位置 形成了一个小丑一般 咧嘴而笑的形状 以此刻意地引导着什么 经过勘察 现场无发现任何的打斗痕迹 拖转痕迹很明显 案发地点并非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由于过于暴力血清 这里就不再详尽地描述了 在这里请大家原谅 但仅仅就只是上述这些 已经让我们就知道了 凶手这是怎样的一个恶魔 心里是如何地扭曲变态 才能做出这样泯灭人性的举动 这位遭受如此悲惨命运的女人 不知道是由于生前强烈的恐惧 还是内心那种强烈的不甘 此后双眼一直圆睁 无言地怒视着上天 这样的刺目震撼的画面 也难怪当时 每一个目睹过的年轻警员 都无法抑制住 对于自己的那份冲击震撼而失态 后来经过法医尸检之后 得出结论 死者主要死因是 生前脑部被大理击打之后的 大面其出现 从全身的伤痕累累 并得出 死者在死前的20到40个小时之内 遭到过肥人的女难 消息一经传出 引起舆论纷纷关注 来自整个社会的压力之下 高层严厉择立 必须限期破案 全面的调查 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死者身份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名叫伊丽莎白肖特 成长于一个破碎家庭 家中一共有五个孩子 肖特排行老三 父亲经营一家高二夫球场 童年的家境还不错 但肖特六岁的时候 受到当时经济大萧条的影响 其父亲破产 为了逃避债务 这位不负责任的父亲 布置了一个 投水自杀的现场 从此肖生逆境 连自己的家人 也是杳无音讯 直到肖特18岁的时候 才再次和家里 取得了联系 并且告诉家人 他已经在加州 安家 并且希望和妻子复合 但被妻子拒绝 从小生活在 兄弟姐妹多的大家庭里 母亲又要独自操持 家里的一切 其实是很难时刻 顾及他的想法和心情 所以16岁时 他便辍学去迈阿密 当了服务生 因为外形甜美 而又年轻可爱 他度过了人生中 最灿烂的一段时光 少女时期的他 有两个梦想 嫁给一名军人 以及成为一名 演艺界明星 19岁为了实现 自己的演员梦 他决定 独自前往加州 投奔父亲 此时的肖特 已经长成了 亭亭玉丽的大姑娘了 他身上就有 上世纪忠实 美国式家里的 所有特征 微微长过 膝盖的中裙 圆润的尖头 一头浓密的卷发 围绕着一张 苍白的脸 神色的恐红 饱满地涂了一圈 版曲家中没多久 由于父亲 看不惯他和军人们 整天混在一起 他不满父亲 跑起家里 父女正式决裂 他也确实一度 接近了自己想要的 那种光鲜亮丽的演艺圈 但很快 就以为个人原因 而不了了之 在这之后 伊丽莎白 依旧沉溺于酒精 夜长和男人们的追求 所带来的廉价的快乐之中 仿佛就要这么堵落下去 直到他遇到了未婚夫 马特·戈登 一如他少女时代 梦想过的一样 是个军人 是个飞行员 也是属于他的 一个人的英雄 他们订婚了 这是伊丽莎白一生中 仅有的一次 真正的恋爱 这段故事是怎么展开的 我们早已无从考证 唯一能找到的资料 是在他 写给自己的母亲的信中 伊丽莎白说 两人是一见钟情 戈登上校 十分完美 与其他人不同 并且告诉母亲 对方已经向他求婚 但当时是二战 对方被派驻到了海外 他全心全意地 等着对方平安归来 可戈登上校 却不曾回来 事实上 伊丽莎白等到的是 由未婚夫母亲 亲自发来的电报 证实了对方 已经阵亡的消息 得知未婚夫的死讯之后 伊丽莎白回归了之前 那种堕落的生活 应该说 比以前更深 不仅仅是调情 她用身体作为代价 去向任何一个 对她有兴趣的男人 换取食物 酒 香烟 衣物 甚至是一张 可以过夜的床 有证据表明 她也曾经偶尔卖银 来挣一点生活费 与此同时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 悼念未婚夫 她开始表现出了 对于黑色的极度热爱 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 穿黑色的死网 黑色的内衣 黑色的鞋子 用黑色的包包 她周围的人 开始称呼她为 黑色大梨花 在她生命的最后半年 她居无定所 得过且过 根本不在乎 今晚睡在哪里 身边是什么人 换而言之 她自己松开了安全绳 明知下面是悬崖 还是闭着眼睛 跳了下去 1947年1月8日 她认识的一个男人 也收到了伊丽莎白 寄来的一封信 信上说 她已经去了芝加哥 并且尝试 做一名时装模特 这是她生前 写过的最后一封信 1月9日 一名叫做 罗伯特曼利的推销员 开车送她 到去往芝加哥的 长途汽车站 这也是贝蒂 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她说 她要去芝加哥 看她的姐姐 但是没人知道 她到底有没有 坐上那趟长途车 结果在这时候 谋杀发生了 伊丽莎白 非常符合 变态杀人狂的偏好 漂亮 落单 需要钱 没有戒心 和亲友 没有固定联系 没有很强的反抗能力 事实上 她的尸体被发现时 她本人已经失踪了 将近一周的时间 但是没有人向警方报案 而且 当警方在调查 萧安的父亲的时候 这位父亲 只是冷漠地告诉警察 她是自找的 家里 她就经常 和混混一起出去鬼混 更可疑的是 在伊丽莎白尸体 被发现的第八天 某报社 接到了一个匿名包裹 那有死者的出生证明 社会保障卡 城前 与多名男人的合影 一本被撕掉了 几页的通讯录 甚至包括 前男友马特的死亡布告 随着包裹一起寄来的 还有一封匿名的信件 信件用简单的形式 写道 这是大力花的财产 还会有信件寄来 两天之后 伊丽莎白的鞋子和钱包 都在距离 抛尸地几公里外的街区被发现 随后 警局收到了一封手写的匿名信 1月29日 上午10点是转折点 要在警局寻开心 落款是黑色大力花 复仇者 警方推断 雄反很有可能 要前往警局自首 但是 雄反并没有在29日自首 而是又寄给警局一封信件 内容是 我改变主意了 你们不会和我公平交易的 大力花的死是合理的 令人遗憾的是 警方并未从三封匿名信中 找到任何与案情有关的线索和指纹 对通讯路上的75个人 展开逐个排查 也并未锁定任何嫌疑人线索 案件对外公布之后 有33人前往警局自首 群被排除了嫌疑 其中 大部分还被送往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 随着嫌疑人逐个被排除 整个案情陷入了僵局 凶手冷静细致 处理尸体的手法 和伊丽莎白复杂的社交关系 令警方十分的头疼 从伊丽莎白生前所遭受的非人虐待可以看出 凶手对于伊丽莎白此类的女性 有着切齿的仇恨 从通讯路被撕掉的几页不难推出 凶手的信息一定隐藏在消失的几页里 凶手应该是伊丽莎白认识的人 熟人作案被认定 结合伊丽莎白死前曾经搭车前往某处 声称去看望姐姐 推断出这个姐姐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真正的凶手 为何警方至今都无法破获此案呢 极有可能警方从一开始 锁定嫌疑人方向就发生了错误 警方一直认定嫌疑人为男性 但如果嫌疑人是女性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伊丽莎白从事的职业来看 她所接触的对象多为已婚男士 所以凶手有可能是某位男士的妻子 因为大理华的出现导致婚姻危机 为了复仇而杀了伊丽莎白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 如果是女性怎么会有力量独自切割尸体 并且弃尸他处 一般的刀具自然很难完成独立切割的工作 但是如果使用电锯这类的器械 事情似乎就变得很简单了 其次是独自运尸抛尸 正因为是女性独自搬运整具尸体 是很费劲的事情 将尸体切割成为两个部分 再单独搬运 女性还是可以完成的 通讯录中被撕掉的几页 很有可能是唯一记载了女性联系方式的几页 将这些内容全部销毁 间接引导警方 将嫌疑对象所定为男性 也是一个隐藏身份的好方法 可不论案件最后真相如何 这个可怜的女孩都是令人遗憾的 伊丽莎白肖特短暂的一生中 时刻都想引起人的注意 她渴望爱与备案 但直到最后死亡 来参加她葬礼的才仅仅六个人而已 她的悲剧人生 很大程度上和自身的性格 有着莫大的关系 她的故事在多年以后被搬上了音频 人们甚至刻意模仿 她死后的小丑妆容 一次次消费她曾经的痛苦人生 其实一年过去了 黑色大梨花永远的迷乱在了时间的成河里 即使再次被人提起 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可比这更为悲哀的是 雷斯这样的事件从未消失 任凭多炙热的烈日 也照不软冰冷的人心 对此 我们只能不断地告诫身边的人 一定要加以警惕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全是光明与爱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点赞好 对 散散安